白露随拍照,撩着长发,明亮有神的双眼,给人一种楚楚动人氛围 3月10号,白露在社交平台上晒出了一张自拍照 照片中她坐在车里看着镜头,撩着长发,眼神灵动 这张照片近距离拍摄,更加凸显了白露的美丽可爱 白露双眸明亮有神,展现出智慧的眼神 而提到智慧,不得不提白露在综艺节目《奔跑拔兄弟》中的表现 她在猜歌名或影视剧名的环节中展现出了超高的智商和聪明才智 白露在一期节目中,有一个带有红唇图案的黑板 她立刻就喊出了吻别,令其他成员惊讶 之后,出现了一个皇冠图案,白露也迅速喊出了甄嬛传 她的聪明才智和对细节的敏锐观察,让其他成员相形见处 《跑难杀意》更是表示这是差距 白露在《警察荣誉》这部戏中展现了她的善良可人 将角色演绎得非常好,也和老戏谷有良好的搭戏 她的演技得到了充分展现 结合以上事件,白露展现出她的美貌和聪明才智 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 她在综艺节目中的表现令观众们印象深刻 而她在电视剧中的演技也受到了认可 事件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分享 许多网友纷纷转发白露的自拍照,赞美她的美丽可爱 同时,人们也开始热议她在综艺节目中的聪明才智和演技 许多粉丝表示对她的期待和喜爱 类似事件的发生并不少见 在娱乐圈中,明星们的美貌和聪明才智一直是讨论的焦点 像白露这样在综艺节目中表现出非凡智商的明星并不罕见 此前也有一些明星在节目中展现出类似的聪明才智 比如王俊凯在偶像练习声中的表现 杨子在我们的歌中的猜歌环节等 整个事件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是关于美貌和聪明才智的讨论 人们对明星的期待和喜爱被进一步激发 明星们也面临更多的舆论压力和期待 对于白露个人来说 该事件进一步增加了她的曝光度和知名度 也对她的形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截至目前 该事件尚无最新进展 然而 从事件中可以看出 白露的美貌和聪明才智成为了人们讨论的焦点 她也因此进一步赢得了观众和粉丝的喜爱和支持 起来 白露在社交平台上发布的自拍照引发了人们对她美貌和聪明才智的讨论 她在综艺节目和电视剧中的出色表现 使得她备受关注 这个事件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增加了白露的曝光度和知名度 然而 对于整个事件 我们也可以提出一些疑问 这种对明星外貌和智商的追捧是否会影响到他们真实的内心世界 在追求美貌和智商的同时 我们是否应该更加关注明星们的努力和付出